本地新闻方面,自6月以来,每10个建筑工地就有一个在检查时发现,必须要加强防疫措施。建设局说,目前检查了超过2500个工地。 为了安全复工,雇主必须要在工地委任安全管理人员。目前已经有5万人完成了相关的培训课程。 进入工地时,工人先登记,测量体温,消毒双手在出席每天的会议。会议上还有温馨提醒。 工地划分成为不同的区域,不同分包商的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区域进入指定区域前,必须要扫描QR码。 如果擅闯其他的区域,也会很快被发现。头盔上的贴纸就是证据。 休息时间错开,休息区域也是添加了隔板,并在每一组离开后进行消毒。 结束一天的工作,部分员工就住在工地。 这个由办公室改建而成的临时宿舍,每天消毒三次。 建筑商说,消毒和安全安装指示牌、隔板等等的花费都不是大问题。 最担心的是,劳动成本随着生产率下降而上涨。 因为疫情的关系,建筑商说,工程延误至少六个月,而如果病例出现反弹,影响将更加深远。 开战。 太轰银了。 好看。 好看。